紅土之王Raphael Nadell 生涯第十度 打進蒙地卡羅網賽 四場站交手英國希望Andy Murray 首盤卻陷入二比四落後 這球雙方來回對抽十九次 不論是大角度的抽球 還是直線穿越 Andy Murray 統統打得游刃有餘 首盤輕鬆六比二拿下 不過西班牙蠻牛第二盤頑強抵抗 雙方激戰到三比三不分高下 Nadell用七拳三的一發得分率 占得上風 面對英國希望的強勁發球 穩穩當下 接著正拍反拍來回運用 搭配大角度抽球 讓對手左右來回跑動 最後又一擊正拍回擊 拿下關鍵破發 最後順利六比三板品戰局 關鍵第三盤再接再厲 西班牙蠻牛不愧紅土之王美名 很快逼出賽末點 這次強勢發球 Murray雖然成功接招 但面對大角度的抽球 只能被牽著鼻子走 Nadell趁機送上直線穿越 Game Over 歷經兩小時四十三分鐘的三盤大戰 西班牙蠻牛以二比一的盤數 順利踢進冠軍戰 而他的對手是誰 就要看兩位法國好手 Joel Fitt Tsonga和Gail Monfield的比賽 誰能勝出 Monfield氣勢凌人 見招拆招 大家都在抽球掌握節奏 冷步方變換方向 用落點刁鑽的直線穿越球 率先破發 首盤很快以六比一拿下 儘管第二盤 Tsonga前七局 一路糾纏 追到三比四 但Monfield第八局開始 沒讓對手有喘息空間 連破帶包 馬上在第九局比出賽末點 這次強勁發球 讓Tsonga回擊出界 只花了一小時零九分 直落二晉級相反熱分的Dale角逐冠軍 再次強勁發球 再次強勁發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